身穿防護裝備的清潔隊員 針對有確診者足跡的地點進行消毒 不過6月2號卻出現了一名清潔隊員確診 金融市衛生局方面證實 目前已經匡列8人篩檢 所以我們正在細部疫調擬清它的源頭 那現在暫時匡列了8個人 金融市長劉昌進一步表示 6月2號已經撥發100劑疫苗給環保局清潔隊員施打 由於6月3號中央又撥布給金融市2100劑疫苗 會針對負責資源回收等與民眾接觸性高的清潔隊員優先施打 市長非常的關心 所以在昨天1700劑的疫苗裡面 我們就已經撥了100劑給我們的清潔隊員來先進行施打 昨天下午我們就已經派專人為我們的清潔隊員進行施打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是我們的清潔隊員呢 昨天是已經完成疫苗接種的人數是有112位 那等下一批也就是今天新增加的疫苗 送達我們會針對後續呢 包括資源回收 廚餘回收 還有機查人員 環境清理人員等等的一個順序 來執行疫苗接種的工作 金融市環保局方面表示 這處清潔班有23人 因為之前已經分為AB兩班分流執勤 為了配合衛生局疫調 該清潔班人員執行14天隔離或自主健康管理 如果有人力不足的情況 將由其他班人員支援 記者張綺藤基隆報導